全世界最輕、最薄的摺機 好薄啊 一邊看Youtube的時候,一邊看IG 雙重的娛樂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朋友,歡迎收看小朋友,我是三寸 今天我們回來開箱 全世界最輕、最薄的摺機 這部就是HONOR的Magic 3 II 我上一代一直都在用的 真的非常棒 螢幕是極之大 來到第二袋,輕薄薄了,不但還要快了 開來看我 這個外盒黑金色的設計,真是非常奢華 我們的機器就是這裡 慣例上,也要看看盒子是甚麼 這代不知道有沒有送殼呢 上一代好像有 欸,是有套的,不用特地買 非常好 殼還要跟著你的機器的顏色 就是這隻紫色 包含一隻66W的快叉 就可以快速充滿你的Magic 3 II 當然要跟上去Type-C線 當然要跟上去Type-C線 嘩 嘩 這個就是我們的本體 嘩 嘩 嘩 好薄 哈哈哈哈 至於顏色上,這部就是紫色 另外還有一個黑色 另外還有一個類似皮的黑色 這個做的磨砂,非常好 不會在手指毛出現 嘩 鏡頭這個位置,比上一代做得漂亮了 我個人覺得 上一代那個是這樣的 那這一代,明顯比上一代矮一點 但肥了一點 這樣看上去就舒服很多 相似一般手機的比例 這個鏈架位厲害了 他們引以為我的鏈架位 因為現在坊間 每一間公司都有做自己的摺機 那這個就是他們在市場上極具競爭力的地方 今代還用了太合金的零件 所以可以做到更加輕 經過測試 這個位置是說可以摺疊40萬次都不會壞 即是這部機,當你每天摺疊100次 你都可以摺疊10年以上 10年,你都可以換到機 就這樣看都看得到 明顯地比上一代薄了一折 那我剛剛就已經磅過和量度過了 那它足足是輕了30g 大概是11%左右 它的重量瘋到輕的那部iPhone的Pro Max 但是說著呢,這麼大的螢幕 另外薄了厲害了 薄了足足20% 即是我猜不到 一部這樣雙螢幕的手機 還可以有這麼大的躍進 這個我真的非常震驚 那我現在準備將這部機的資料 過去這一邊 它支援甚至iPhone都可以這樣做 好啦,成功連接了 過緊過緊過緊 搞定,複製完成 然後它正在準備 OK,好快已經收拾好了 然後想試試那個指紋解鎖 我想說是極快 試一次 我只是輕輕放上去 就已經解了 做在這個開機位置是極好 完全不需要等 好啦,然後看看面部解鎖 OK 都是瞬間搞定的 但是指紋還是快一點 那我用了上一代的Magic PS 都超過半年的時間了 那作為這部機的用家 我覺得有些功能 我覺得真的很棒 想推薦給大家 首先這麼大的螢幕 最棒最棒的 除了打機和煲劇之外 就是打機和煲劇 不是,sorry 這是工作 因為它其實有分平的工作 是真的很好用的 例如我只要打開這個YouTube 那我向下拉 可以把它分平 分在左邊 然後右邊可以繼續工作 那一邊在看YouTube的時候 另一邊可以在Chrome找資料等等 或者可以用筆記 記錄一些重要的事項 甚至就是一邊看YouTube的時候 一邊錄IG 雙重的娛樂 雙重的娛樂 蛤? 再來就是拍照方面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適合我 有時候就是我幫人拍照 或者別人幫我拍照的時候 我是看不到螢幕的 如果用前置鏡頭拍 又沒那麼清楚 所以我就會這樣去做 打開螢幕 然後使出我們的超必 看到嗎? 打開給你看 那沒得說 幫女生拍照 OK 幫攝影師拍照 都OK 這個功能真的很好 基本上看著螢幕來拍 跟自拍其實非常相似 那女生是沒得投訴的 剛才我們說了 煌劇看動漫這些真的非常棒 因為螢幕是很大的 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就是一個大型的電子奶嘴 有時候出門的時候 你面對著三、四個小朋友 他們看一個這麼小的電話是很難的 只要你出動到YouTube Kids 放這個在桌面 厲害了 大家一起分享看一個這麼大的螢幕 不得了 接下來就是打機 很多遊戲其實都支援 類似平板的尺寸 你看到其實是很大的螢幕 是給你去打機的 如果打槍遊戲那些 你是視野真的比別人多一段 我想說 還有今代它提升了 上一代是Snapdragon 8 Gen 1 這一代是去到8 Gen 2 基本上大部分遊戲都輕鬆駕馭 沒有問題 至於你說正常用家 轉用雙螢幕手機會不會很難呢 其實都不會 只是它可以瞬間變成一部小平板的使用 好 到鏡頭方面 除了遠攝鏡是2000萬像素 其他都是5000萬像素 乘以10足 主鏡頭是1.9光圈 而超廣角鏡是2.0光圈 而遠攝鏡是2.4光圈 另外就是Magic Fire Pro才有的功能 就是這個鷹眼觸拍的功能 特別適合拍攝運動時可以使用 自動捕捉最佳的畫面 最後最多人擔心就是電池續航的問題 它是去到5000mAh 官方說它的數字是可以連續看片 12至14小時 還要用大螢幕 最後到價錢方面 官方建議零售價是10,999 包含了16GB RAM和512GB ROM 如果雙螢幕手機來說 這個價錢是相當具競爭力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記得LIKE 留言和訂閱 按個鈴鐺下再看 拜拜各位